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祖先在战乱中不断向南迁徙 并在迁徙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这群人遍布中国乃至全世界 可在他们的族谱里却都写着自己来自中原 他们被称作客家人 接下来的系列节目 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探索客家人背后那些神奇的故事 中国昔近末年的一天 去往江南的官道上尘土飞扬 许多人行色匆匆地赶路 想在天黑前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时不时能听到人们互相询问 你从哪里来啊 有人说自己来自山西 也有人说自己来自河南 而提起逃难的原因 似乎所有人的原因都一样 那就是晋朝政权的灭亡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 西晋末年 北方匈奴攻入都城洛阳 烧杀抢掠 洛阳陷落 西晋政权灭亡 位于政治中心的中原汉人 不得已举家迁徙到长江以南居住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在这些南迁的人中 有大批知识分子 在古代 世以上的知识分子都要代官 所以对这批人的南迁历史上称为一官难度 而客家人的行程也被认为是从这次迁徙开始 专家认为客家人的行程 源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 在这五次迁徙中 人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言 从而产生了客家人这一群体 西晋末年的这次一官难度 被认为是客家人的第一次迁徙 距离一官难度五百年后的唐末皇朝起义 引发了又一次移民潮 起义军纵横中原地区 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 南方从长江流域到婆阳湖流域 几乎都受到皇朝起义军的侵扰 传说有一天 起义军的主帅皇朝在路上 看到一名逃难的妇女正在赶路 奇怪的是 她将大一点的孩子背在背上 而让小一点的孩子自己走路 皇朝生气的命人 把这妇女和孩子抓来 质问她为何如此偏心 那妇女不认识皇朝就向她哭诉道 我哥哥一家人全都死于战乱 我背上背的是哥哥唯一的骨肉 我当然要保护好哥哥的孩子 皇朝听了此话 沉默片刻 她对那名妇女说 以后不管你到哪里 只要在住的地方挂上葛藤 就保证不会有事 葛藤是中国南方常见的一种植物 皇朝说完就扬长而去 妇女照着皇朝说的做了 果然 皇朝军队只要看到门前挂有葛藤的人家 就不去骚扰 那名妇女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其他逃难的人 于是葛藤挂门的习俗 在南迁的人中渐渐流传开来 后来一部分客家人在寻根问祖的时候 都将葛藤挂门的人家追认为自己的先祖 中国近代的衣冠难度和唐末的皇朝起义 产生了大批向南迁徙的人 但当时并没有客家人这样的叫法 那么客家人的称呼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客家人的第三次迁徙在南宋末年 北方的蒙古军队攻陷南宋都城临安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 随后向南进地 如今的江西福建一带成为战场 早先迁入此地的人 为了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 进入今天的广东梅州惠州一带 当时的户籍由主客之分 迁徙过来的人都被编入客籍 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客家人的叫法 客家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迁徙 分别发生在明末清初和清朝末年 客家人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 有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一些自称是客家人的人 他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说的客家话 却都坚持说自己是客家人 难道客家人也有真假之分吗 客家人遍布五湖湖 五花八门 但他们都认可自己讲的就是客家话 当然最核心的就是他们认为 跟媒线客家话 也就是我们讲的客家话的一个标准 就是媒线化可以相通 虽然说各个地方的客家方言 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包括互相不能同化 但他们都认可自己讲的是客家话 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话就成为客家人 相互认同的一个标志 除了客家话 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 将许多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 带到了南方 位于江西 福建 广东三省交界地带的梅州 是很多客家人南迁的落脚之地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古代瓷器 这些瓷器因为出土于梅州市的水车镇 而被称为水车窑 在唐朝以前 梅州地区制瓷技术相当落后 只有少量原始瓷器出产 但随着客家人的南迁 许多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 被带了过去 慢慢地也就有了这种精美的水车窑瓷器 它们幼色清脆 造型简洁大方 无论是清幼双耳直虎 还是清幼高深瓷冠 清幼八寿足瓷艳 它们除了气身上自然的开片以外 没有其他纹饰 却让人感觉浑然天成 这件唐代的清幼四系冠 既有清幼瓷器的通透圆润 又不失随唐时代瓷器的稳重大器 除了先进的技术 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信仰 比如梅州的地标性建筑 迁佛塔 就受到当地客家人的顶礼膜拜 这是一座铸造于南汉时期的铁佛塔 高两米多 它曾因为战火而支离破碎 为了复原它 客家人四处寻找铁塔碎片 最终将它复原成现在的样子 如今这座铁塔 是许多客家人眼中的宝物 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 也延续了许多中原地区的传统 比如祭祖的习俗 每到冲节所有的客家人 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回到自己的祖屋 在堂屋里摆满祭品来祭拜祖先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也没有消失 除了祭祖 客家人还保留着中原地区拜关公的习惯 这幅巨大的关公画像就是客家人崇拜关公的见证 而这些传统时时刻刻提醒着客家人 自己到底从何而来 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 他们到了迁入地之后 与当地人交流融合 其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 比如在南朝齐高祖时期 皇帝下旨用一个客家人的姓氏 来为一个县命名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名客家人名叫成民 用他的姓来命名的县叫成乡县 成乡县位于现在的梅州市一带 成民就是在衣冠难度中 牵到健康的成姓家族的后人 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 成民一家为了获得安稳平静的生活 举家难迁 他们从健康出发 走水路先是到了今天的江西一带 而后来来到今天广东东北部 一个叫坝头的地方 此处就是今天梅州市平原县 这里山川秀美 土地肥沃 重要的是还有很多荒地可供开垦 成民于是和家人在此定居下来 当地人对于农耕几乎一无所知 还处于刀根火重靠天吃饭的阶段 成民将中原地区的深耕技术交给了当地人 并教会他们使用农具 即使到了现在梅州的客家人还把耕地用的梨称作成梨 一天几个小孩子好奇地跑到成民家看成民写字 成民看到这些孩子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没过多久他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办了一间免费学校 招收附近的儿童入学 他要求孩子们上午帮父母耕作 下午来学校上课 晚上回家温习所学的课文 慢慢地成民的名声越来越大 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 此时正值南朝齐国刚刚建立 皇帝需要成民这样有德行的人来扶众 就想让他做官 却被成民蜿蜒谢绝 这块南齐楚氏城石碑 就出土于梅州平远县附近 楚氏指的是有德财而不愿意做官的人 这块残缺的石碑是成民事迹的写照 后来为了让成民的德行教化更多的人 南齐皇帝下令 将成民居住地附近的几个县合并 新县民以成民的姓来命名 成乡县由此诞生 在清代的嘉英州志和成乡县志中 都有对成民事迹的记载 这块景仰前行的牌匾 是清代嘉庆年间 梅州当地官员挂的 为的就是让客家人成民的德行 能够被世人所铭记 在中国的岭南山区 保存有许多体量庞大的半圆形建筑 这些被称作围龙屋的建筑 凝聚着客家人怎样的智慧 客家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居所建成如此形状 国宝档案带您前往岭南 去探寻客家人的神秘居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